佛弥陀佛 各位菩萨师兄好 今天呢我们要做 啵啵摸的一个正音的练习 那么因为有很多人 他是现在疫情的关系呢 非常的不方便 就会有一些学龄前的孩子 他可能很需要很需要一些正音 所以请每一个小朋友 如果你愿意让我教学的话 请您就是开始在私讯我 他的年龄 年龄还有名字 年龄还有啵啵啵啵 请录音档录音档传给我 另外我的 应该是 NUNFGU2017 NUNFGU2017 请你们加我 每个小朋友其实他们到于未来都会面对着就是一些考试 无论是 无论是疫情如何 我们在家里还是不能放弃学习 也就是因为你有持续的学习呢 所以在每一天都会有一些就是放下一些 就是让父母亲会放下一些担忧 而自己的学习也会让自己就是比较不会那么的焦虑跟紧张有不安 会不信任 因为那个日子是空洞的 所以还是要学习 那么我知道就是现在疫情是非常的严重 大家可能对于学费的部分呢 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困扰 所以呢 我以我一个 一个出家人的身份 我现在还是 沙咪尼而已 所以我想要替这个社会做一个奉献 如果你的孩子他现在发音不正确 乃至于他的口语表达是有非常严重的迟缓 或者是紧张跟害羞 你请他无论他年纪多大 他的那个年龄他就算是到了成年人 也请他就是录音录录音档给我 然后传到我的LINE这里 如果你有兴趣要理解的话 我就每次的直播就会帮助他 比如说他是在 嘴唇跟嘴唇相碰的时候发出来的声音 啵啵还有有加上气音 就是上唇加下唇碰出来的那个声音 再把气推出来 这就是啵啵 因为有加上了一个喷一口气出来的这个动作呢 所以他就会变成啵是这样子的 就是他是哪一个声音出了就是错误的错误的一个发音的位置 我会因为他然后帮他就是做一个教材的准备 在我每次的直播我都会就是列入我就是课程上最重要的一些核心 那么私底下如果您也会希望孩子的学习不要就是有间断 或者是失去了一些就是力量 你也希望他内心有些就是在 比如说表达上因为发音很正确 他会拥有一些自信 那么你就不能放弃我这边的一些资源 因为是不收费 所以呢 又没有就是把那个年龄层就是分开 所以呢就是在直播的课程呢会比较多元跟密集 可是一定都是这个孩子他本身需要去未来要抠住的一些紧密的学习 因为还是不会离开就是整个声音的表现跟口语的表达 那么我们内心啊就是要有一些学习的课业 然后应用在生活融会贯通 因为有融会贯通的情况呢 你才会就是把那种无限的智慧一直涌现涌现 而你把智慧涌现出来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光明感 而这样的一个心态呢会帮助我们的孩子 他在面对疫情的这种高压的紧张 会有一些舒缓 所以就是鼓励家长们 请孩子跟着我来做学习 我们这边呢就是会用一些比较爱心的力量来做指引 指引他就是比较有自动自发的学习 像现在如果你一直每天持续的就是我发放的那个影片跟资讯给你 然后你愿意去就是请他以孩子虽然就是免费的教学 可是他愿意就是有人去督促他 或者是他也愿意自律性的去认识认识这一个每个发音 那么他很有可能就是比较能够累积自己比较深厚的一些考试的实力 我也是希望就是培养每一个小孩 他的那个对读书的效率啊 其实是有一些 比如说有些的孩子的头脑就很绝顶聪明 他也许是数学很好 然后他可能就是理解力就是比别人还要强 但是也有一些孩子 他是表达能力很很借由思考 然后是很有逻辑性的 而且他非常注重情感上的感受 所以他的记忆力是超强的 这样的孩子呢 你就要让他发挥他的潜能 所以就是会有两种情况 甚至会有更多多元的一些 一些我们需要调整的一些教导 那么我们不要只有关心孩子的成绩哦 就是我们要感谢他为这部分做了一些尽力跟努力 其实这个教学也是在做一个观察 跟父母之间的一个沟通与协调 就是我可以帮您去感受到您孩子 他的内心他的需求 也许有一些 有一些就是他想要表达的部分 或者是他隐藏的内涵 还没有被激发实力的那一部分 就是挑起他的信心 然后勇敢的发挥自己 我能做的是这样 如果说自发性的学习呢 其实是需要一些就是 比如说同才团体的一个互动跟成长 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会变成是老是一对一或者是一对多 就孩子本身是没有办法就是彼此有那种同才互动的一种 就是想要彼此都愿意把借由表现 然后去认知到就是他对这个学习的一个目标的达成 所以呢我们就是要透过一些比较有爱心的方式去跟他 就是让他理解理解这一切 然后理解这一切呢 他就会恭恭敬敬的去接受什么呢 就接受说我原来 我的学习 我的学习就是一种上天 上天 降下来的 这对大家也会说 这是一种恩典 这是一种恩惠 他就会觉得说 父母亲对我 是愿如此愿意的就是期待 期待着我每一天的良好表现 或者是他父母亲因为我有在学习 然后他们感觉到很温暖 心里很安慰 其实孩子有需要就是被建立一些 就是对事情思考的一种良性的被启发的一个模式 那么我们就是作为好像老师的我 我们就是很恭恭敬敬的去给孩子这一份礼物 就是让他恭恭敬敬的把这个礼物从上天拿下来 然后很恭恭敬敬的给他 就是告诉他说 你很棒 你的学习正让你的父母很开心 然后让你自己呢 你会发现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小孩 你是一个积极开朗的一个生命 所以这才是一种父母亲想期待的那一种 就是他会感受就是孩子真让我觉得很幸福 然后孩子是个很孝顺的好孩子 所以呢 就是我们虽然有在工作 有在外地可能就是为了家庭而奔波 那奔波下来 我们还是会关心就是孩子很内心深处的想法 那么这时候呢 藉由学习家长就会跟老师做沟通 那么我也是希望就是 在藉由这个正音啵啵啵的一个推动 然后再加上让孩子认知于口语表达的重要性 比如说他因为 比如说老师请你唱一首歌 然后他就真的唱得很好听 然后我就会问他说 老师觉得你真的唱得很好呢 然后他就会愣在那里 可是这时候他可以回答就是说 老师谢谢你我也是这么觉得哦 老师谢谢你的称赞 就是孩子他可能疏于疏于就是被教导如何正确的回应 然后他可能会很害怕就是我这样的一个思考的一个表达是正确的吗 我会太热情吗 我会太保守吗 我会太如何如何 他就有很多的OS 很多的question 然后在他心里面一直发酵 然后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没有在这里面把他那个养分拉出来的话 就是适时的把他的心里面发酵的这些养分做提醒 有一些很棒的成分哦 把它提出来 然后就是鼓励他养成习惯 这时候呢就会让他错失了一个正确的口语表达的一个机会的学习 所以这也是我这边上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也是希望就是帮这个世界增加多一点真善美跟感谢 就是这一份真善美跟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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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接受这些考试 感谢你就是因为接受这些考试而有达到顺利的目标 然后你因此身心发展很很安康 所以你是很平安快乐的 那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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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这样的一个能量疏导给孩子呢 孩子会去影响到家庭的跟父母亲的互动的生活 那么我们现在就就我们的一个发音练习做一个 就是示范 就是示范 我们的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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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T,T,T No,No,No Lo,Lo,Lo K,K,K K,K,K 喝,喝,喝,喝 鸡,鸡,几 吃,吃,吃 C 请卷舌 舌头要往上顶 吃吃吃 舌头位置有不同 请把舌头放在牙齿的门齿的后方往上顶 不卷舌 不卷舌 姿 姿 姿 相同的位置可是舌头是在牙齿跟牙齿的中间 吃吃 吃 再来这个撕是要嘴巴开一点 撕 撕 撕 然后以门缝牙齿的门牙中间把气推出来 撕 再来 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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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嘴 把嘴就是圈住一个圆圈 呜 呜 呜 再把嘴 就是圈住一个圆圈之后呢 那个气要推出来 呜 呜 呜 再来 嘴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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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呜 呜 要注意的是很多小朋友 他会把婴儿有卷舌的婴儿跟天鹅 没有卷舌的天鹅声音发成一模一样都卷舌 就是这个部分是有卷舌跟没有卷舌的发音 孩子是乃至大人都分不清楚 就是要注意婴儿是有卷舌 天鹅没有卷舌 A A A I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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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这些嘴型的位置 会让他的发音的声音的方式就不一样 所以如果嘴型放正确 那个声音出来的就是音准就会正确 这里要提醒的是有一个是 一个是 一个是 有使用到鼻音 另外一个 是没有使用到鼻音 它的分别在这里 所以呢 在最后一个字就是卷舌的 念完之后 可能需要的是每一个孩子的录音 录音 录音党 录音兼发出声音的录音党 传FB给我 或者是加上我的LINE给我 我才有办法帮助您找出每一个声音的正确性 它的一个揪音的方式 然后因为每一个声音都有它的教材 我现在呢 只是做一个初步的发音练习 大约可能可以理解到说老师的声音的一个嘴型的 那么请大家就是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声音的一个嘴型的表现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直播呢 是用FB直播 那如果有需求的家长 请你们就是跟我以LINE来做 以LINE来做就是联系或者是FB私讯 请请跟我联系 我就是会再开另外一个就是直播的平台跟您做互动 要不然就没有办法一对众去就是互动 那这个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大家就是来就是沟通一下 看就是如果您您很忙的话 然后您可以可以关心就是写助孩子将他录音录影档给我 那么我就可以把他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录影成我就就他的一个情况就是在我的FB 就是在在传导一些讯息的时候会做加强 加强这部分的演练跟教材的备案 就是在传导的备案 我希望你能做到一切 你能做到一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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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大家来就是关心一下 就是还有那种大龄的 比如说小学三年级啊 四年级五年级 或者是国中这样的一个孩童 他们的一个作文的一个困扰 因为作文呢 它其实就是把字 每一个字跟每一句话的句 每一句话字跟句组织成文章 那么只要您知道这些方式的话 您会理解就是我要选择什么样的字 然后我选择什么样的具体的结构 把这个字跟这个句子合起来 然后来做一个我适当的一个形式的表现 而这当中呢可能还会选择就是有情绪的 情绪性的组成的一个分子 就是字跟句再加上 再加上情绪 比如说我现在感受是悲伤 我现在的感受是 法师好 我现在感受就是 我组织了这一个作文的方法 然后我把它做一个有逻辑性的 篇章的一个表现 那么如果我们理解到说 所有的章句啊都是一个文章的意思的一种寄托 所有的一个章句 它其实就是透过这个文章章句的形式跟内容 它就好像是在组织这个材料 让它整个都可以变成一个产物 所以文章作文啊 它其实的一个启发点就是这里 而很多的家长其实很关心的是 孩子好像数学很好 然后在补习班英文也很好 可是它的国文好像就是一直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就偏弱了下来 其实是因为集中注意力的学习 它的经历花在数学跟背诵英文的文法 其实已经耗尽了它非常大的一个能量跟时间 所以呢导致就是每一个小朋友呢 我的接触 接触的观察 我发现他们要花在国文的时间 就是自学 然后自主 然后强惑自己记忆 然后再去做一些 就是它主观性的一些联想 然后它是用这种方法很强迫自己把它吸收下来 可是这种是一种填鸭式 注入式跟就是一种 没有很弹性的 并不是一个很弹性的一个方法 藉由这种没有很弹性的方法的一个长期的累积呀 所以我们的国文 孩子的国文可能就会有一些脱续 那么有一些就是它的 遇上一些就是它可能就是属于比较非理性 而是属于一种就是情感上比较 比较 情感上比较 就是属于主观性的这样的人呢 他可能就不会局限于这部分 因为他本身就有很多内在形式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思考的结构 一直不断不断的一个塑造 塑造 就是尽管老师在上面课堂不停的一个输出 那然后他自己呢 其实也不停不停的在内心做一个同时输 老师输出他的 但是他也输出自己的 只是他不会 孩子可能就不会就是给予去做表达 对 孩子可能就是不会在现阶段呢 就是去做这个 就是马上做一个回应 可是他在内心呢 其实是有很多的想法 那我们现在要帮助的就是说 我们用客观的一个引导 一个形式 帮助就是每一个小朋友 他对那个文章的一个技巧性做发挥 那这当下呢 其实他就是用文字来做一个媒介 然后透过个人不同程度的一种表达的技术 跟就是他要传达一些思想 而这种传达思想的这种艺术性呢 可能就是会让他在对那个文章的内容 还有文章的一个形式的思考 他就会做一些就是判断 然后再进而就是有能力的 把它整个结构做成一个就是呈现 然后我们在这时候就是要去理解的是孩子在心里面 他输出的是什么 这是很少国文老师会去注意到的一块 换句话说 其实国文很重视的是听 感受 就是上对下的听 请听 上对下的同理的感受的一个认识 如果老师有做到这一块的话 才能有办法去做到客观的引导 如果没有的话 就很可能就是老师的一个引导都是很主观性的 那么孩子也是能学习到 只是就是会变成说 局限了他本来在内心所输出的 发酵的那些组织并没有办法被就是客观的做整理 那孩子也没有办法及时的反观自己 然后去内观自己 原来也有这样的能力 他会不知他不会不清楚 就是说原来我这时候可以很客气的回应老师说 老师我爱你 爸妈我爱你 他不知道就是及时的做这样的一个回应 对他而言其实是一种就是适当的表现 他也许认知就会觉得说 我虽然有这样的输出 可是在这个情境当下 我适合做出这样的输出表达 我内心的输出 那我适合做这样的表达吗 就孩子可能会去思考这一切 而这时候呢 这就是一种作文材料的很好的客观的一个材料的思考模式的组织 然后把这种思考模式化为字字句句 然后以形式来做表现 这就是一个国文 国文最好的输入跟输出的一个呈现 那么其实文章如果要有可读性啊 其实他就本身就要有很丰富的内容 我们刚刚的直播就有提到 作文就是字跟一段句子加起来的一个组织 他就是把字句组织成文章 那么要有丰富的内容 我们首先还是得请孩子 就是劝他 劝请他认识做笔记的重要性 然后认识他对阅读去抓取字跟句的一个 就好像在收集自己喜欢的邮票的意思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喜欢收集各式各样的女孩子嘛 可能就是收集化妆品吧 珠宝这一类的衣服 各式各样的衣服 那么文章其实也有这一种 好的文章其实要有丰富的内容 而且他文章要具有很大意义 你首先也是要有这种收集的习惯 如果我们能够劝请孩子就是 收到一个句子就好像捡到一个宝 好像存了存款一样 如果他有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 建立他这样的认知 所以他的自主学习呢 会因为他有这种收集字句的习惯 而养成他间接的思考 跟间接的组织的一个联想 所以他的联想并不是只有日常生活中 因为记忆或者是已经有听到什么而累积才能丰富 其实是大量的阅读 大量的收集字句 这是很强调的一个部分 就是在我们大学部不就是说 会研究所 就是说这是写一下书斋啊 然后可能就是对比较年龄比较小的孩子 就是说请你做养成记录的习惯 或者是说请你也有写日记的习惯 或者是说您看到很好的句子 你不要一眼就望过去 然后就一闪即逝 可能就是不要依赖你的记忆而已 而是你有搜集这些字句的习惯 一旦你要写文章 而这些字句又有被分类 现在其实有孩子有平板啊 有手机很方便 其实就是复制copy贴上 然后把它做分类 我们要写比较属于理性的文章 我们就去找这些类似的词 然后我们现在还要再教孩子说 他要有填控的能力 比如说动词名词形容词 或者是说这一个文章的结构 这时候要该放什么动词 该放什么名词 该放什么 因为他的主题而相呼应 让他认识形容词在哪里 要放什么适合的形容词 还有就是情绪的一个表达的一些 一些开展 他要考虑的是怎么 怎么去表达他的情绪才做中肯 所以在这当下已经完成了 文章的一部分的结构 再来就是要进入启程转合 启程转合的那种面对题目 他要去考虑到就是说 你要对主题最基本的说明 比如说这是一个台灯 那它的材料 它的瓦数 它的光芒 现在台灯你摆放的位置 台灯你现在照射的方向 台灯你现在 所使用的目的 它可能就有很多的关联性 可以去做联想表达跟诠释 所以呢 必须就是让孩子去理解到说 原来一个台灯的材质 跟他的使用方式 还有台灯的使用 这个台灯 他愿意 就是让他使用多久 那使用它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 要完成吗 就是关联性的去做一个引导 如果就是 这是一种很 文章的一个特性 也有一种就是比较简明的方式 简单明了 那就是有点像我们佛教的禅宗 你知道吗 它那个字句很少 可是非常的惊讶 非常的直击人心啊 对正中下怀 所以他就是会有那种化容点 金之效 而这时候呢 可能就是会 要有技巧性的 去引导孩子 他对成语 对成语的一种 就是有高度高昂的学习的兴趣 比如说他愿意花很多的时间 去理解每一句成语 他的白话文解释是什么 如果他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呢 在这上面下功夫 那么我们刚刚所说的字语句 丰富的内容 他就会有完成了一大部分的 就是以后 他就会轻而易举 就是出口成章 就是他会用很精简的成语 来做表达 但是这也不能太 就是太固定 因为有些情感 并不是只是用成语 盖瓜 一而盖瓜 全部 所以就是还是要就是事实的 让孩子就是 对一个文章的表达的缺失 也要有一些做认识 比如说在不同的情境 他可能做不同的一个原因的分析 他会知道就是说 如何在这个时候使用成语 如何在这个时候不使用成语 这都是我们在作文的当下 我们一直做输出 可是就是在课堂上做输出呢 可是可能缺乏了这部分的一个 老师要去思考的教学研究 那么我这边其实就是做一些课堂下 课堂外的一个提醒跟补充 启程转合和就是一定要结合这个 你文章的主题的本身的一个意义 所以呢 有时候就是你如果前面都没有提到 那么你后面的结尾你就不能说都完全没有提出来 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去 在文章的后方没有办法去跟主题去做相呼应 这样的话就是整个文章内容就会偏提 这是其实一些学龄孩童 他刚开始在学习这个作文啊 其实乃至高中生跟大学生 我们经常也会看到这个现象 那么要怎么帮助他完成他对文章主题的抠注核心 就像我们在写论文硕士生 其实研究生也常常会发生这个问题 就是说有点搜集的材料跟题目相就是相差甚远 就是说那个整个文章他的内容跟他的主题呢 完全是脱臼的 这就是因为没有去注意到要去在文章后方去找出更多的资料 去做呼应 呼应这个作文题目 就是因为缺乏了这样的一个观察跟认识 所以呢 他就在思考上呢 就会变成是说 有的就会流于形式就很呆板 然后他就忘记了要去呼应那个文章作文的主题 所以这部分都是可能要去考虑的 然后如果能够把文章写得很平稳的话 就会让人感受就是很有感觉 就不会觉得啊是如此的单调 对 所以就是孩子呢 他在写作文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缺乏了就是那个智慧的收集的习惯 所以呢 就很容易就是会形成很单调 以上这一部分呢 就是一些作文的很粗糙的一些研究哦 那么就是在下一个直播 我们再来谈一下就是其他作文 我们常常会看到的一些缺失 我们再来就是那部分再来做一个 跟各位做报告 那么我们再来谈谈就是阅读的一个理解的能力 比如说在阅读文章的时候 我们要去关心的是 孩子你知道什么叫做清洁吗 你知道什么叫做整洁 你有没有很明白什么是高洁的意义 整洁清洁高洁 所以你看 就是一样都有使用相同的一个一个字 但是他上面所加的上面的那个字是不一样的 然后代表的意义完全不同 所以就是阅读的理解力呢 阅读的理解力是很需要 就是老师呢 在教导国文的时候要做一个推论 但是因为好像就是在国小的老师这边呢 可能就是他有太多科要去教导 所以在国文这一块呢 可能就会比较有点拼近度 就是把这个文章里面 就是他该有的那个解题模式 把它交汇了之后呢 然后就可能跳脱了这一块 就是文章阅读的理解力 就是刚刚说的一种字面上的理解 可是还有一种就是文艺上的理解 比如说整篇内容下来 孩子他对这一篇文章的那个 他有办法再用自己的一个思考 说话的方式 把它完整的清楚的表达出 这一篇文章所要理解的全部吗 其实这也就是常常发生在口水战里面 如果我们有帮助孩子 有这一个能力 他有阅读理解的能力 他就会知道去找很多的资源 很多的就是文章内容的辅助的一个材料 就是我们说的 比如说你要写一个论文 就是要找很多的证据 你要做一个科学研究 也是要有一些很重而有力的 就是发现的证明 如果对文艺理解的话 就不容易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产生分歧 其实但是这不能包括是恶意的 比如说就是视而不见 或者是听而不闻 那是没有办法的 如果是在一个充分的大家 教师其实是很客气的 就是很乐意很喜悦很丰富的在交流的当下 那么就是在文艺的理解跟口语表达之间 人与人之间是就是用一种善解的方式去理解的话 我们就不能小看这种阅读理解力的一种学习的基础 这个学习的基础呢 如果我们愿意把它设定下来 把它建立起来 这样的话 孩子就会形成一种不可或缺的一种工具 因为每一个人他没有他没有做什么呢 没有做一个对文章理解阅读理解的一个重视 大部分我看到的 我看到的现在的孩子的学习的情况 就是很容易轻忽这部分 就是他很快速的看过一次 或很快速的把它念过一次 可是他不知道他不知所云 乃至于老师在课堂上 在黑板上他所讲的每一句话 他也是就是快速的听过去 听而不闻 他因为没有思考 然后没有在这当中 思考之后去做一些修正 没有去做一种反省 就是因为缺少了这两个部分的步骤 所以他没有办法植入心中很深度的认知 然后就扎根 扎根在心里面呢 他就会形成自己的养分 所以就是要建立孩子对这部分的一个练习呢 就是老师要不停的发问 一直抛问题 抛道到每一个人 他有办法回答出正确的一个答案 然后形成在旁听的旁边的旁边 知道这个问题的这些同学 他又加强了一个就是更深一层的认识 对这个文章的认识 我做一个比喻 比如说我们 我们在画图的时候 我们可能先涂上白色 然后再画上一个浅浅的蓝色 然后浅浅的蓝色之后又再加上一层淡淡的绿色 然后再加上一层淡淡的黄色 这最终整个颜色 因为他的那个水气已经蒸发了之后沉淀下来 他整个中和起来的那个真正的色彩才会呈现出来 其实他文章的阅读就有点像是润色这样的一个 一种就是趋势跟情况 如果我们重视孩子对每一篇文章的阅读的理解力的话 他的心中的一个小他的世界啊 都是一个小剧场 你就会发现他的表达是很丰富的 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孩子的EQ很高 这部分呢就会让他在未来人际关系 他会可能就是比如说表演 艺术演绎或者是沟通销售 都有很大的一种力量 帮他从小就扎根建立起来 所以呢我们进而如果孩子又愿意 不是只有理解而已 而是反复的练习输入之后一直做输出 就是反复将他心中累积的这些酝酿的成果 愿意去做分享 他不断的输出 不断的分享 不断的这样的练习的结果 导致他提升了他的对语文能力的一个 就是等于他开拓了 开拓他原本阅读的那一种局限 就是局限之外的视野 所以呢这些孩子如果我们愿意就是下功夫 去这样跟他做导引的话 我们其实都是在给渔夫一只一只的那个鱼竿啊 就是你自己去钓鱼啊 而不是一直就是丢很多鱼给他自己给他吃 而是给他很多只鱼竿让他自己去钓鱼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其实那个鱼竿就有说嘛 就是真机立九则入 就是意思是说 文章要阅读千遍百遍万遍奇异自见 比如说我们在念阿弥陀经 第一次念不懂 第二次念不懂 第三次还是不懂 念了一百次之后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熟悉了 好像就有很多佛 念第一次就是大概讲什么不知道 念第二次好像有很多佛 这个阿弥陀经有很多佛 然后再念第三次 奇怪好像我有看到什么声音啊动物啊人物 人物的生活习惯的动作 念了一百次之后 原来还有什么东方西方什么的 然后东方西方各有佛 上下中间也有佛 然后这么多佛的当中 原来他们中间的所放的文字文具是一模一样的 就会有这样 然后就产生了一种熟悉感而进入 非常熟悉 然后就背起来 所以呢 在这背起来当下 无意中你会发现 哇这个人怎么有办法 把口才说的这么好 是因为他背了很多东西 所以 因为在背诵的当下 他需要去理解 然后需要去理解深度的一个扎根 阅读的扎根的理解 所以呢 就那个奶水变成奶酪 奶糊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奶酥 凝成酥啊 酥烙烙 所以 唯有情啊 才能补着 那真实力 真功夫 就是一直日积月雷 日积月雷 一直日积月雷 然后那个力量 就会发展出来 那今天呢 分享啊 到最后啊 如果您有什么样的 在我的这个直播里面 希望能够为你们的 每一个学习的家人 然后做出一番贡献跟启发 如果您对孩子 他的这一个年龄 他的一些学习障碍 您是有想要就是 帮助他排除 您可以就是到我的FB去留言 然后您也可以就是 如果您不介意我 知道孩子的样貌长相 您可以就是 还是这样子强调哦 不用客气 请您将孩子以来 让他录音录影 然后让我看出他嘴型跟发音 我会知道他哪一些字 是声音表达不够正确音准 是需要在揪音的 我会告诉您 材料在哪里 如果您有时间 我会把相关的资讯连结给您 然后您再去教导小孩 所以这样你就完全都不用付费呢 然后又可以达到正确的学习 如果你是觉得这个小朋友 他可能需要很大量时间的辅导 那你也可以私底下跟我做私讯 我们安排时间 跟他一对一来做揪音 如果就是您觉得孩子呢 就是他在学习的那个弹性很够 那么我会建议你多多运用 就是收听我的直播 然后您呢 再去旁边帮他做一些 就是因为你内化成大人跟大人的沟通 可能比较快速的吸收 你内化成你自己的养分之后呢 然后再从旁去协助你的孩童 还有您正在学习的每一个家人 记得以关怀代替责备 以亲切代替这种就是要求跟命令 在疫情的当下 我们很需要每一个人奉献自己的小小的一份爱的心 我在直播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传给我爱心 我就会 我就会 本来是要这样 可是现在要随俗 让我给你这个爱心 有没有 给你爱心 因为我这部分是 在疫情当下 互相的安慰成为彼此心里面真正的力量呢 是很重要的 虽然孩子的学习是不可以轻忽 可是不要忘了在疫情的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的紧张这个压力呢 是会带给传递到我们的小孩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 多多照顾我们的老人的情绪 照顾我们家里小孩的一种对他的关爱 不要那么的就是急于表达我们想要要求的部分 虽然很多妈妈可能做不到 因为他的耳朵未曾有一刻得到平静跟休息 所以这大量的输入导致于妈妈也会大声的输出 所以呢如果您可以很累了就真的去休息 不要急于要去表达你所说的一切 你让自己有睡了半小时之后呢 再起来沉淀心情 再跟你的孩子做双向沟通 这时候呢很有可能你的爱与你的关怀会发生很大的成效 而不是跟他拉扯 因为你也用很大声的声音 虽然你是没有情绪性 可是孩子的接收呢 他却会错节 因为他是在这个疫情当下 每个大人小孩的身心就如同惊弓之鸟 我们可能要更理性的理解这一切 愿爱包围地球 愿台湾的让空 都是吉祥之气 万祥之气 然后散发到每一个人的真心里面 让我们用爱心真心关心 来影响每一颗心 每颗心里面散发的力量 让每一个人都被温暖 而感受到美好的生命的存在 而不在于一直紧张这个疫情 带来的负面效应 让我们的每一秒 每一分钟 都是充满着一种互相关怀的能量 不要就是那么的那么的就是 就是那么急于的要做表达 而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 阿弥陀佛 那么如果有任何您想要跟我资讯的呢 也欢迎您到我的那个FB这边留言 我会尽快的跟您做回应 拜拜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也是FB的直播 我直播完之后 我们就会改其他媒体 谢谢